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老龄人口逐年增多 统计数据表明,全国60岁级以上的老年人口已经超过了2.5亿人 这占到了全国总人口的18%以上 随着岁月的流失,我们流失的并不仅仅是青春和朝气 还有身体肌肉 肌肉流失已成为了非常常见的健康问题 尤其在中老年人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这种流失现象不仅让身体的体态明显变形 还会导致身体的活动能力和稳定性下降 由此带来的不良影响让老年群体可谓是苦不堪言 轻则影响日常生活 重则危及生命 那么,为什么人老了肌肉就会流失呢? 年轻人是否也会肌肉流失呢? 一,肌肉为何会流失? 它与健康的关系,你了解多少? 肌肉是一个人的力量和运动能力的基础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 中老年人普遍会有或多或少的肌肉流失现象 这种肌肉流失又被称为肌肉萎缩或肌肉丧失 这是老年病的一个常见问题 肌肉流失通常是一个复杂的过程 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而导致的 其中最主要的是体内蛋白质和激素的变化 蛋白质是构成肌肉组织的基本单位 它们在细胞水平上参与合成、修复和维持肌肉结构 然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人体内蛋白质的合成和降解过程逐渐失衡 蛋白质合成是构建和维持肌肉组织所必须的 而蛋白质降解则是对老旧或受损蛋白质进行清除 在年轻时,蛋白质的合成速度通常高于降解速度 从而维持肌肉组织的正常状态 随着年龄的增长 蛋白质合成的速度会逐渐下降 而降解速度则可能保持不变或稍有增加 这就意味着肌肉组织无法得到足够的蛋白质供应 来进行修复和增长 从而导致肌肉质量的减少 此外,人老了以后 人体内的许多激素水平都会下降 这包括熊激素、磁激素和其他一些重要的激素 它们在调节蛋白质代谢、肌肉合成和降解等方面 发挥着关键作用 虽然这种激素下降是老化过程中的正常生理变化 但我们仍要对此有所重视 预防其加速肌肉流失的进程 需要提醒的是,蛋白质代谢和激素变化只是导致肌肉流失的因素之一 肌肉流失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 如缺乏运动、营养不良、慢性疾病等等 因此,人体肌肉流失的速度因个体差异、年龄、性别、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而异 通常情况下 人体肌肉质量在30多岁之前的流失速度相对较慢 每年大约为0.5%左右 而在30多岁之后 随着年龄的增加 肌肉流失速度逐渐加快 进入60岁以后 肌肉流失速度甚至会高达每年下降1%至2 对于那些不坚持锻炼的人来说 肌肉的流失速度则更加显著 而这对人体健康的影响也是不容小觑的 肌肉流失对人体健康带来的负面影响 不仅局限于体力下降 容易疲劳和代谢率的下降 还会导致其他疾病的发生 譬如老年人失去了肌肉的支撑 骨骼强度就会显著下降 从而增加了患骨质疏松症的风险 肌肉与骨骼紧密相连 肌肉的强度和活动对于骨骼的健康至关重要 当肌肉流失时 骨骼变得脆弱 容易发生骨折 尤其是宽部、脊椎和手腕等易受伤的部位 而没有了肌肉支撑 关节也容易受伤和磨损 肌肉在运动过程中会起到稳定关节 减轻关节压力的作用 因此肌肉流失会增加关节疾病的风险 如关节炎和滑膜炎 严重影响日常生活质量 除此之外 肌肉流失还与其他一些常见的老年病密切相关 例如糖尿病、心血管疾病、免疫功能降低 以及身体平衡能力下降等问题 肌肉流失是我们每个人都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 而失去肌肉的老年人所面临的问题 不仅仅是轻易疲倦和带倦 肌肉力量的丧失 还会导致诸多健康问题的出现 因此 及时采取措施来减缓肌肉流失的速度 对于中老年人的健康和生活质量至关重要 二、人老干瘪是否必然 做好这两件事帮助你保持肌肉健康 虽然肌肉流失是难以避免的自然现象 但是人老干瘪并不是必然的 在实际生活中 我们常常会发现许多五六十岁的老年人看上去就和三四十的一般 并没有出现太多肌肉流失 身体干瘪的情况 那么 他们是怎么做到在保持身体健康的同时 延缓肌肉流失的呢 关键就在于这两点 锻炼或运动是帮助老年人推迟或减缓肌肉流失的最有效手段 研究显示 适当从事运动 不仅能使肌肉得到锻炼 而且还有利于增加肌肉纤维的数量 为肌肉健康和延缓肌肉流失提供支持 根据老年人健康综合病区的建议 想要保持肌肉健康和预防肌肉流失 每周至少进行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 在选择合适的运动方式时 建议考虑一些调节心肺负荷的运动方式 例如快步走 慢跑 游泳等 这些运动方式都能有效地锻炼身体 提高心肺功能 增强肌肉力量和耐力 此外 力量训练也是一种增加肌肉质量和力量的好方法 我们可以选择一些适合自己的力量锻炼活动 如举重 抗阻力训练等 这有助于保持肌肉健康 提高头部 腰部和下肢肌肉的力量 但无论哪一种运动方式 对于老年人来说 都建议在选择运动项目时要贴合自身兴趣和强度 并将其融入日常生活中 这不仅有助于延缓肌肉流失 还可以提高心情 增强社交联系 带来更多积极和愉悦的体验 但要注意的是 在进行运动时不要一昧的加大强度或与人攀比竞赛 应当根据自己的体质逐渐增加运动强度和时间 以避免过度劳累和受伤 保持一个适量的运动水平才是合理的 其次是要注意饮食 保证充足的营养和蛋白质是维持身体健康的基础 如果蛋白质摄入量不足会导致肌肉代谢紊乱 加速肌肉流失 因此 补充足够的蛋白质是老年人延缓肌肉流失的关键 老年人的蛋白质需求量因个体差异和身体状况而异 一般而言,建议每天摄入每千克体重0.8克的蛋白质 然而,对于肌肉流失较为严重的老年人 摄入量可能需要更高 在制定膳食计划时 应咨询专业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根据个体情况确定适宜的蛋白质摄入量 同时,建议在摄取蛋白质时结合多种食物获取 动物性食物如瘦肉、鱼类、家禽、蛋类和乳制品 富含高质量的蛋白质 而植物性食物可以选择如豆类、坚果、大豆制品等的蛋白质来源 同时还要注意补充足够的维生素和矿物质 如钙、钙、鎂等 以帮助维持肌肉健康和强韧 总的来说 老年人可以通过适当的运动和饮食来延缓肌肉流失 维护身体健康 但要提醒的是 靠运动和饮食来保持肌肉健康 延缓肌肉流失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够达成的 关键在于坚持 坚持在有规划的情况下进行运动和保持健康饮食 才是保持身体活力的秘诀 三、这两个生活习惯可能加速肌肉流失 老年人要注意调整 在延缓肌肉流失的过程中 除了要坚持运动和补充足够的蛋白质 老年人还应该注意一些不良的生活习惯 及时调整 以避免加速肌肉流失的发生 一、盲目减肥和错误的减重方法 俗话说 爱美之心人皆有之 哪怕是年老了 许多人依旧会格外关注自身的身材和体质 也因此 许多老年人会陷入盲目减肥的误区 在追求减重的过程中 往往会出现一些较为极端和错误的减重方法 常常会导致营养不良和肌肉流失 例如 一些老年人可能会选择极端的饮食限制 或采用不健康的减重方法 如长时间的断食 只吃某种食物 不当用药等等 这种减重方式 很容易导致身体缺乏必要的营养 使得肌肉无法得到维持和修复 加速肌肉流失的发生 因此 老年人在减重时应咨询专业医生或营养师的建议 制定科学的减重计划 二 酗酒和吸烟 过度酗酒和长期吸烟 不仅对整体健康有害 还会加速肌肉流失的进程 酒精和烟草中的有害物质 会对肌肉组织造成损伤 削弱其结构和功能 并影响身体对蛋白质的吸收和利用 对于人体来说 酒精不仅是一种神经毒素 还会抑制蛋白质的合成 使肌肉组织难以得到足够的营养支持和修复 这样一来 长期酗酒的人很容易出现合成的蛋白质跟不上消耗的情况 对于老年人来说更是如此 原本就退化的身体摄入酒精就犹如火上浇油 大大加速了肌肉流失的进程 而吸烟也会对肌肉健康造成多重负面影响 烟草中的泥骨丁会导致血管收缩 降低肌肉组织的血液供应和氧气输送 限制了肌肉的正常运作和修复 此外 吸烟还会增加体内自由基的生成 引发氧化应激反应 进一步损伤肌肉细胞 这些有害物质的长期肌类会加速老年人肌肉流失的进程 并增加患上肌肉萎缩等相关疾病的风险 因此 老年人要注意戒烟现酒 避免身体情况恶化 综上所述 延缓老年人肌肉流失是一个长期工程 除了要坚持健康的饮食和适当的运动之外 还要避免不当的生活习惯 这样才能全面维护肌肉健康并延缓肌肉流失的发生 今天的分享就到此结束了 愿各位听众朋友都能身体健康 平安喜乐 拥有幸福晚年 感谢观看 老年人肌肉 愿者 感谢观看